今天出门觅食 找到了这一家在名城公园旁的 蔬食料理 用餐环境舒适 港式小点的蔬食料理 蛮特别的 我们来试试吧 千层萝卜丝 酥饺 内馅湿润 吃得出萝卜的清香甜味 卖嫂吃得好开心哦 富城芋头糕 台南传统小吃 入口后 芋头的香味在嘴里面化开了 这也太好吃了吧 梅干笋子卷 梅干的香气 跟笋子的清脆 卖嫂又吃得忘我了 上海脆皮煎包 牛蒡蔬菜卷 炸的酥脆 又有牛蒡的清香 这道料理我太喜欢了 沾酱也很特别 是用腰果下去磨的腰果酱 今日主餐 荷叶 麻油饭 麦嫂 迫不及待的想吃 都还来不及拍照啊 用料烘派 蒸熟后 又散发出荷叶的香气 难怪是店家的招牌菜 以后来碗药上炖汤 清澈的汤头 还有香菇 以中药的香气 非常适合冬天喝 饭后甜点 杏仁茶 杏仁味十足 高雄最近开了很多类似的 素食料理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品尝 你会忽略肉的存在啊